各位好 我们看范例3 千纸面圆周运动 这是一个力旋的手痕 还有等数圆周运动的一个综合应用 那它的意思是这样的 如图所示一个圆环 然后垂直架设于地面 那内侧有光滑轨道 轨道半径为大R 圆心为O 那重力加速度G 那如果把这个质量为大M的小球呢 视为质点 那从P高度是R 就是在一半的高度 然后以出速度V向下射出 那至少速度要多少 才可以让它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就是这里射下去的速度要够快 它才有办法这样过来之后 再绕一圈回来 那当然太慢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 或是这样子到这边掉回来 这样 所以 到底要多快冲下来 才可以让它这样顺着到一圈呢 那所谓的最小速度 它其实是这样的喔 这也可以参考其他的影片啦 就是千指面圆周运动的速率 那它的条件就是 速度最小的地方一定是发生在最高点嘛 因为它这样下去要上去 重力 动来要换重力为能 那它最高处的时候 它的速度最小 然后这时候呢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速度越大的话 它就会有点甩出去 要甩出去的时候 会去挤压到轨道 挤压到轨道 想象一下 如果冲很快 它就咻咻咻 那个轨道 就会有点好像 没办法限制住它 甚至有可能会被破坏 那就是因为这个 珠子它 推这个轨道 它其实在绕的时候 它会受到一股 轨道的正向力 那它同时也会去挤压这个轨道 那所谓回到正体喔 所谓最小速度就是 它绕绕绕绕 绕到最上面的时候 刚好 没有接触轨道 恰恰好轻轻的插过去 轻轻的滑过去而已喔 所以那时候 就是我们最小的速率的情况 那 这个情况下 球和轨道间是没有挤压的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球和轨道间没有挤压 既然没有挤压 就不会有正向力了 也就是说 这个N 这个轨道 对球的挤压的力 就会不见 然后我们就把它插掉 就会变成这样子 可是它还是要转弯啊 它还是要转弯啊 不然的话它不就 不就会走直线 一直走 一直走过去了嘛 它还是要转弯要转下来 可是已经没有正向力了啊 已经没有正向力了啊 那怎么让它转下来 只剩下重力而已 所以这个灵界条件 重点就是 以重力作为向心力 在最高点的时候 刚好重力指向圆心 重力让它转弯 重力作为向心力 所以这里要回顾向心力的公式 MV平方除以R 所以我们才会写这样 重力MG作为向心力 MV平方除以R 所以结果这个M消掉了 最后就得到了我们的 最小速率 最小速率 在最高点的时候 速率如果大于这个值 跟号GR 它就可以顺利的绕圆 那如果没有受到阻力 没有受到空气阻力 它还是可以回来的 因为它是力学人手 那如果速率小于跟号GR 它就没有办法绕一圈了 那可是今天这一题 他想要问的是 那这边在一半的高度 这边的速度要多快 才可以让它刚好绕一圈 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在P点的时候速率要多快 才可以让它在最上面的时候 速率达到跟号GR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力学能手痕 在最高处的 这个动能加位能呢 就要等于在P点 也是高度R处的动能加位能 那我们来列试 以最低点为灵位面 以这个地板为灵位面 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写成MGH 题目说是用 用质量大M 那H H在最高点的时候是 两倍半径 所以是2R 然后加上最高点的速率 乘上2分之1M 那最高点的速率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VH 然后平方 然后要等于高度R处的重力位能 高度R处就只有一个R 然后再加上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这个V就是所求吧 这样子 我们叫VP好了 好那这里又不小心写成小M了 其实题目说要用大M 但其实没关系 因为大M待会都会消掉 好虽然我们把它写出来了 但是接下来就要把它消掉了 因为每一项都有大M 所以大M就消掉了 好那经过整理 还有我们可以把 这个VH代入 它就是根号GR 好所以最后会得到 左边会变成是 2分之5 GR 右边是GR 再加上 2分之1VP平方 所以最后会得到 VP就会等于 根号3倍的GR 这就是答案 好 这就是答案 所以 在 中间 这个高度一半的地方 往下推 往下冲的速度 如果有达到 根号3G的半径 根号3G的半径 那它就可以让它这样绕一圈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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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